今天我们这一款超级简单的弹弓 非常的好玩 而且它的威力还特别的大 下面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我们现在就把前面四只怪兽给它打倒 准备一张S纸 在短边贴上双面胶 再拿出张S纸粘在上面 然后我们从短边卷上去 我这边用的纸比较厚 所以我用了两张 如果你们纸薄一点 可以用三张四张都是可以的 这样的卷我们准备两根 在纠定我的位置画上标记 然后我们在标记的位置 轻轻地把它折弯 折弯后我们把它像外这样摆放起来 用胶带粘起来 就把下面粘住就可以了 一定要粘得结实一点 再准备一根快两点五左右的长条 卷起来 这个长条是当做弹弓的支架的 所以要硬一点 在中间把它折弯 折弯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放在弹弓的中间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虽然丑了点 但是它非常的稳定 下面我们只需要用胶带把它 站牢就可以了 然后在上面一厘米的位置 割出凹藏 这个环节要注意安全 然后我们准备四根皮筋 像我这样把它打成结 再拿两根用刚刚的方法再打成结 最后把皮筋放在凹槽地方 用胶带粘了 粘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下面我们做一下它的子弹 准备宽三厘米的纸 对折对折再对折 在中间折弯 然后我们就可以玩了 没关系 就好了 我来看 我们就在那边 我觉得 放正 我来看 感谢观看